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可以接受嗎 好 我們剛剛來介紹 來節目現場的來賓 邀請到特別是議員周小平 大家好 資人媒體員尚一夫 好 財源專家賴先生 憲哥 阿觀好 大家好 邀請中山大學助理教授 林隱佑林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溫室工作者管仁健老師 大家好 我是管仁健 邀請到前行事警官高仁和 阿觀好 大家好 明進黨特別是議員梁文傑 大家好 民報獎勢畢業在今天宣判了 中興電工的老董判 六年六個月 實在很沒聽到 A了20億 而且是關係到兩岸 特別是台灣武力的 雲爆甲車 竟然他A了20億 只判六年六個月 這起案件 纏送了六年之後已經確定了 對 這個案件是2012年 那時候中興電工 以非常低的價格48億 跟國防部的軍備局 去標雲爆甲車的底盤動力系統 裡面被查獲到有兩個零件 第一個零件就是中和液壓拱 它本來是15萬 竟然是用大陸的低級貨 用三萬五去充當高級貨 就是標案的金額要求是15萬 一個零件15萬 它用三萬五 大陸的那個阿砂布魯 結果下去說是高級貨 第二的是S1跟S2的轉向機 一台是28萬 用2萬3去交費 那不法獲利是20億 9916萬被沒收 然後董事長 中興電工的董事長 江義福判六年六個月 他違反政見教育法 整個標案是48億 觀眾朋友整個標案是48億 剛剛憲哥其實只有 舉兩個例子來證明說 他們到底有多大的暴力 48億就A走21億 這麼好談 結果只判六年六個月 問題是你不只是A錢 你還讓我們的雲爆假車 哩哩哩哩哩哩真的是有夠爛 我們來聽 立委其實曾經在國會殿堂質詢說 我們的雲爆假車怎麼那麼爛 部長 事實上我的了解 一共有四輛車有裂痕 你們現在只有驗這兩輛 我認為所有生產的14輛車 都要用X光機整個掃瞄一遍 部長 這個賽事非常可笑你知道 因為數量很多 都由來戰力的影響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也召開相關的檢討會 這樣的假車 不是什麼高科技的這樣一個假車 那我覺得我們的臉丟禁了 好 實在是有夠陷的 對 你知道那一台車多少 七千五百萬 總共一百塊就死掉了 結果二二六六 而且當初那個契約 明文規定 禁止用中國製造的產品 他還是給他用下去 而且因為要整個驗收的過程裡面 怕驗收不過 還這個去行賄那個倉管人員 然後整個驗收過了 驗收過以後死了 真的二二六六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說到底中興電工董事長 江一虎是何方神聖 他在1998年接中興電工董事長的時候 我那時候做國標大家都記怪 哪有這個人從來沒聽過了 中興電工是黨營企業 以前是黨營企業 你一個什麼人江沙沙做董事長 後來報章就寫 原來他是曾文慧親弟弟的女婿 他叫曾文慧叫阿鼓 叫當初的總統 李登輝叫國長 原來有這層的關係 他原來只是一個調查員 跟這個外戰的主任而已 所以真的是因為這樣的一個 一層的關係以後群怒的關係 當上了董事長 所以他還涉及內線交易炒股案 炒的就中興電工的過程 所以國標也要炒 我們的雲爆假車也要A 不這樣 以前 2006年就是台電的六蘇 六蘇配電系統裡面 就一樣這個事情 結果被台電盡全一年 但是這個事情 所以說他們這時候 黑色黑色 那到底這個雲爆假車 到底有多爛 我跟你講 第一個我們從底盤的問題來講 我們這裡有一個影片 雲爆假車竟然在轉彎的過程裡面 要花兩分鐘 轉不過去 這第一個有什麼 他的動力有問題 像你在塞車一樣 你韓國路要寫寫不過 第二個他跟企業規定的 那個回轉半徑是有問題的 超大的回轉半徑 一直寫一個運動條怎麼寫過 第三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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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 這是要修繩 然後來說動力不足 那個不能修繩 那個在裡面 我要講 變鐵棺材 我要講 那真的阿強來了 一個飛鑽 結業現狀都撕下 你旁邊跑也跑下去 人家收著就算過了 你怎麼寫兩分鐘寫不過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第二半的流流流流流流貶重 因為他方向拉桿裡面 魚眼乘走 跟黃沉套全都破裂 破裂這樣 全車流流流 第三就是郭芬佛自己拆工的電力 電池的蓄電力不足 你知道他那台車 那台銀報假車 他如果這樣開 開...差不多這樣寫一段 砲大邊邊邊 30塊在那裡就沒電了 那個砲塔 三次發就沒電了 那支砲塔就變6點半 抓不去 不舉的意思 跟我剛才不舉的意思是一樣的 天啊 怎麼抓不起來 怎麼你用功啊 有夠用功 而且回來我告訴你 他的車如果發電要發車 每一天發車不能走太久 因為走太久會太燙 所以每一... 所以一般來說 他都走2、3公里而已 結果收尾銀報假車 平均每一年跑不到100公里 你把它處理365天 一天就走2公里外對不對 結果有14台裡面 就有4台底盤破裂 有一台 他只走18點 18點不是18天 走18點 底盤的破裂竟然75公分 你說那個車床是要怎麼坐的 所以比那個四十年 老爬的那個... 老爬的裝飾車這樣比較嚴重 剛才... 我們中國零件就這樣... 還沒說完 這車怎麼跟還沒說完 還沒說完 他現在這樣 用那個垃圾零件去換對不對 結果每一天 兩台裡面就有一台進廠維修 而且那個零配件 那個中國做的... 所以沒辦法換 沒辦法換 它不是標準規格你知道嗎 很天才 那個量身訂做的 ABC不能換來換去 這個時候沒辦法 國防部就把那個 塞銀報假車的官兵說 你們就要喝奶 工費有抽那條花 你就要喝奶 這是要喝奶 這是要太多的車 所以我們的零報假車 後來被查出來缺失一頭拉骨 真的族犯不及備載 那這樣的零報假車 要怎麼作戰 特別是人家對岸最近 頻頻播放他們的054戰車 教授這怎麼作戰 人家對岸054戰車 特別是最近頻頻播放影片 來顯示說他們的054戰車很厲害 其實今天我們第一個要去看的就是 什麼時候會用到054 那我自己會認為說 其實他今天一直放054 這些影片放出來 可是其實他是在做一個掩護 他掩飾什麼呢 他在掩飾他真正要做的作戰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來看 你要去做這個兩棲登陸的話 一定是什麼呢 你要先自空自海 自空自海 空中已經解放軍掌握他的空中了 探握空軍了 然後海上他也掌握住了 他才要進行兩棲登陸 可是現在的登陸作戰 已經不是這個兩棲登陸了 現在的兩棲 以前的話我們會看到 像是什麼呢 諾曼帝登陸 打沖啊 塞啊 這個兩棲戰車 就從這個岸上這樣子 搶灘嗎 以前是搶灘的嘛 可是其實現在解放軍 他已經不是這樣打了 他現在打的叫三棲作戰 它現在叫做一個多層雙超 什麼叫多層呢 第一個就是什麼 洞七五 這種兩棲突擊艦 他現在其實就像美軍一樣 這個兩棲突擊艦呢 它上面是可以停放直升機的 所以其實他現在會講的 我們就為什麼講三棲 是因為它包含了直升機的立體作戰 而且今天也不會直接是放出這一個 這個洞五四的兩棲戰車 它前面會有一個什麼呢 氣墊船 所以其實第一層是洞七五 那種大的兩棲突擊艦 洞七五 畫面上看到的這一種 然後再來呢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什麼呢 這種氣墊船 氣墊船上面 才會再帶著這個洞 這一個洞五四戰車 為什麼 因為以前我們有講過 這一個洞五四戰車 或者等等 它要沙灘啊 它才可以這樣搶灘啊 它要一個地形的 才有一個限制 可是如果今天是氣墊船的話呢 它就可以長驅直入 所以其實今天我們來看的話 今天它要打台北市的話 以前我們說可能在淡水啊 或者金山啊 這樣好好登陸 可是那個登陸的地方 是有限制的 你知道 我知道 大家都知道 有幾個灘頭是比較好登陸 可是如果它今天是用氣墊船的話 它就直接從淡水河 一路直接進來 那淡水河一路衝進去到哪裡呢 大稻埕 大稻埕的話 再把洞五四放下來 就一路衝哪裡了 台北市 直衝中央 所以從這個這樣子 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為什麼 我們要去做這個關渡師啊 以前叫關渡師嘛 那叫關子部嘛 關渡為什麼這邊 我們要去做防守 就是要去擋住它的這個作戰 那另外的話 我們剛剛講的多層雙超 另外那雙超是什麼呢 解放軍他就會講說 第一個是超視距 什麼叫超視距 就是它今天要跨過這一個地平線 超越這一個灘頭 會變成這個空中的力量 是相當重要的 空中力量很重要 所以會變成 它今天已經不是這種 在地面啊 在這個灘頭 跟你建立橋頭堡 然後再慢慢往裡面推進去 是我的氣墊船 就直接長驅直入 配合我的直升機 在敵後 就把它的部隊放下來 所以其實這一邊的話 我們可以去看到的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最近 有買這個M1戰車啦 或者是我們第一面的這個 因為你知道我們的雲豹戰車 是沒有辦法修正的 這兩個是兩個東西啦 因為這個雲豹 它是屬於假車這個部分 那M1戰車的話 它是要去取代我們的 以前講永虎式戰車 這個老的戰車 因為如果今天解放軍 它在敵後就是這一個 不管是氣墊船也好 還是直升機 它如果在我們的後方 放下來的火力 已經可以超過 永虎式戰車的話 那我還要這戰車幹嘛 會變成 我們需要更強的戰車 來跟它在這個 在這個後方 去穩固我們的一個安全 對 感谢观看